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Vocor See的世界宣言 大家來介紹今天Vocor See的 特別來賓 世界等一定的知名主持人 也是旅遊達人的小馬 主持人小潘潘好 大家好 我是世界等一定的主持人小馬 也不用那麼慢好不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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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來妳的全部要模仿妳的 這個妳知道 節奏 好 還有不可思議的辣姐象蛙 大家好 婆婆媽媽 辣媽的代表 還有金莊神鬼天王 秦瑋秦天王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請這樣我告訴我 女生派的法師 一選法師 大家好 神明的代言人邱妙珍 邱老師 凱美妮好 各位帥哥美妮大家好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討論什麼不可思議的主題 先看我們今天的主題吧 香馬倩手拿著香 跪在狐仙牌位前虔誠地膜拜 接著拿著寫好自己名字的名牌 點起了光明燈 演藝圈盛傳 這將有助於藝人招來桃花跟人氣 因為我希望很多人喜歡我 很多人追我 所以我來這裡拜拜 世上過年後 先後有藝人余台燕 宣宣華裔美后 李延謹 知名電視製作人王軍 都先後來點過光明燈 但像冒險王的主持人阿布 不管演藝大小事 全都要拔杯 請教牽手觀音 我覺得其實在工作上面有時候 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就是心裡會有一些疑問的時候 就會來祈求觀音的指示 那當然最主要的是希望說 我在工作上面能順順利利 演藝圈內胡瓜本恰恰拜三太子 求演藝旺旺 陳明禎跟嚴淑明這對姐妹濤 也拜七仙女希望招來好姻緣 不過大家都一口同聲地表示 政神絕對不會侵犯藝人的身體 所以夾辣媽的那一套沒有人會上當 看到很多的信眾 只要遇到所有任何疑難雜症 就會到神明的面前說 神啊 請救救我吧 賜給我好的工作 好的事業 好的家庭 好的姻緣 什麼都要跟神明求 到底要怎麼求 你剛剛講到姻緣 剛好看VCR 他說要求姻緣去拜七仙女 我滿懷疑這一點 七仙女 七個七仙女搶一個董勇 如果唱沒錯 當然就沒有姻緣了 這樣很難唱耶 真的喔 可是江柏樂老師 他的祖神也是七仙女 他說很靈耶 還是要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因為如果拜七仙女 觀眾朋友可能會有意見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的神明 在他生前完成不了的這個願望 他就會希望再輩子還給他 但七仙女因為他是那個牛郎之女 他因為上輩子不能結合嘛 就像臨水夫人 他因為幫助別人流產了 他就許下宏願 我要幫別人助生 是這個原因啦 可是像那個人 比如說現在大家都希望種樂透 之前不是已經連到九億多十億了 那很多人都會去拜啊 為什麼有的人就求得到 就中頭獎 有的人就一輩子都沒有這種財運 這個就是要這個 要找一個老馬 要仕途啊 找對地方 因為本來我們這段VCR是要播出 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播 在木柵有個指南宮 大家知道吧 那這個指南宮常常講說 很多那個這個 比方說我們兩個是情侶 千萬不能去指南宮 有這個說法啦 那我就去訪問了 那個人說這個是無稽之談 你不信嗎 我們後面有個求夢寺 什麼叫求夢寺 裡面有一間房間 人躺在那個裡面 你去夢馬上就可以做夢 不用錢的 躺在裡面做夢之後呢 然後如果那個夢有顯示什麼的話 你趕快醒過來 然後去那個符佑帝君 符佑帝君就是呂東宾 趕拔杯 如果三十杯以後 這個夢表示是 這個呂東宾告訴你的 蛤 赤夢給你喔 在當地發生一個很玄的事情 有一個林小姐 這是真的新聞事件喔 林小姐就去那裡 那個木柵子南宮 去那邊回來 夢到那個符佑帝君出來講 你跟你的男朋友 不適合金魂手 他一醒過來說 他說你們這個廟 然後我都勸人家分手了耶 我跟我男朋友交往八年 怎麼可能 他說不然你拔杯 問一下呂東宾 看是不是真的 拔杯三十杯耶 想說奇怪 他還是覺得不合理說 早知道不要呂東宾 不要來喔 拆散音樂 BB Call響了 他那個車子有裝一個 2B你知道嗎 什麼2B 就是那個車人系統啊 防盜系統 車子只要有異常的狀況 會通知保全公司 然後通知他的BB Call 車子有異常狀況 他上面寫說 你的車子有異常狀況 請到車礦處理 他敢去車子去 一看 不看 不看還好 一看不得了 車子被拖走了 他的男朋友跟另外一個 沒事的小姐在車鎮 都這樣看到 因為車鎮 經常都太重你知道嗎 結果那個接收器收到了 通知了那個 他終於想 這球夢是真的 是 我跟你講 他現在說我現在想著 我媽媽年輕的時候 我媽媽很早婚 二十歲結婚 然後我弟弟差不多五六歲的時候 我爸爸跟我媽媽 因為那時候我們住台中 那台中到台北呢 都是觀光嘛 那不曉得去哪裡觀光景點 人家說 那個子男公不錯 仙公廟 那我媽媽就帶我爸爸 那時候我弟弟差不多三四歲 然後就去仙公廟拜拜 然後呢 他去到那邊的時候 他在爬樓梯的時候 一個賣水果的阿伯你知道嗎 就過來他跟他說 欸 年輕人 你是不是 你不是在談戀愛是不是 他說 我們不是在談戀愛 我們是結過婚了 我們的小孩在那裡 他說 他說 他就沒關係 如果是說 你們現在在談戀愛的話 千萬不要來這邊拜拜 因為姻緣 去用鐵子散去 他說 沒有啦 我們兩個是 結果有爸爸媽媽媽 就上去拜了 那經過呢 他四隔一段時間以後 四隔二十年以後 我爸爸媽媽突然間婚姻 有問題 你知道嗎 可是那也隔太久了吧 對 跟那有關係嗎 這個就不曉得 他不是馬上就反應 他可能是會有時間的延續 然後我爸爸媽媽 後來就離婚了 那這個就算了 我一次 那時候在談戀來時 也是在台北市 沒有什麼風景區 就帶了一個愛人 去到那個子男公拜拜 對 後來沒多久呢 我就跟他吹了 就有一天啊 我就跟我媽講說 是感情吹了 就結束了嘛 就是老公就不是他嘛 結果有一次呢 我們家族 妳去指南宮喔 就是去指南宮 所以車站那個是妳喔 不是啦 沒有... 好了啦 對... 結果呢有一天我們吃飯 在聊天 我妹妹啦 我小妹 大妹 大家通常聊天的時候 我們突然間聊到指南宮 你知道嗎 我妹說 有一次我帶有男朋友 去指南宮拜拜 不曉得為什麼 回來沒多久呢 我就跟我男朋友吹了 她認識一個女孩子 然後我大妹也是說 不對啊 我也好像是帶我一個男朋友 也是初戀的喔 去指南宮拜拜喔 然後現在也吹了 然後一講喔 全家 我媽媽去過了都分手 我媽媽離婚了 這是真的 我沒有講謊話 我的男朋友吹了 我兩個妹妹男朋友吹了 然後到現在都沒有結婚 小小姐 我們在老師講解之前 要解釋一下 要替指南宮講一下話 後來這個林小姐 他現在變成王太太了 我這個必須要講 他找到一個更好的嗎 對 指南宮的講法是說 如果不是正元 是孽元 他會拆散 他會拆散 好的緣分 他是不會拆散的 我還要向美根指南宮 是孽元嗎 是孽元 所以傳說就是說 他要這個核仙庫愛不成 傳召花點 他就說懲罰這個事件 有所有群女來到這個地方 我都不要讓你成為群女 都要把你們拆散 其實不是這樣子 像剛才那個向花姐講的 他說所有的群女 他都會拆散 不是這樣子 這是有我們假如說 以道家來講的話 就是說 你這個姻緣裡面 這一對群裡面 他的生肖不合 不適合 他會跟你講 有個警訊給你說 你找善找好 就是說 像他父母親那個 事隔二十年的話 那也算吧 那個就是叫 孽子有問題吧 對 你這隊去拜拜 他跟你說 稍微查一下 我們兩個適不適合 那不適合 他會給你很淡額化之的 化為成朋友 生活的朋友 不是說他每一隊 他都跟你拆散 不是這樣 像裡面那個求夢式 為什麼有的人 就可以夢到夢 而且很真實 也是應驗了 有的人就沒有辦法得到 其實我們來解說一下 其實我們的夢 其實是一個虛幻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夢式 我們來注意看 呂先祖 他的身後背了個什麼東西 什麼 不是劍 是劍銷 他只有那個劍的可以 他的劍不見了 那你注意看 他整個劍銷裡面 他之前是七星劍 他要在坐落的地方 他整個他裡面七星 他會在裡面尋找 他有一把劍就是看不見 對 那個劍已經被玄天上帝借手 他沒有還給他 那個劍 你那個劍沒有插回去 會變成那個是空的 那空的東西 就是跟我們這個夢一樣 你醒來什麼都是空的 所以說他就會借助這個夢式 利用他這個蓋的蓋法 會利用我們這個北斗七星的 那個方法下去蓋 你睡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會利用這個劍銷的氣 去灌輸你 你在夢境裡面也是空 你醒來還是空 所以說你就要去求這個呂仙主 你剛賜給我這個夢是什麼東西 了解 如果去球還是空 那如果有財運 又是帶空的出來 就空空嘛 對 你去過哪一些國內外的廟 是真的有求必應的 我覺得不是有求必應 因為我都是因為訪問的關係 才去 但我覺得有一個 跟姻緣沒有關係 但他跟改運有點關係 在泰國 我到泰國一間廟裡面 那個廟非常有名 就是說大家都會在假日的時候 有時間就... 因為泰國是一個佛教的國家 對 國家 那大家去拜的時候 我是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在地上 放了那個木頭 弄了一個人形 然後有弄香蕉的手 四隻腳跟手 有用香蕉的形狀 然後呢 他放一個在那邊 然後呢 叫我躺下去 跟那個樣子是一樣的 然後在我身上 沒有 直接給我蓋白布 為什麼 什麼 有機會啊 對不對 很機會講說蓋白布 然後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概念 就是蓋白布 他就蓋白布 然後呢 但是後來我... 那個布 他念金 念完之後 我把布掀開來的時候 那我就直接對鏡頭的面臨講 我說奇怪 有一種感覺是好像 重生的感覺 重生 對 你試一次 然後你回來 它的意義是這樣 你做完那個儀式 有覺得運氣整個變好嗎 完全就是整個忘啊 忘到頭髮一直掉 你當然 他要爬不得去跟小馬哥 改運的藝術 台灣的儀式是一樣的 然後呢 你去進貢這些 所謂的和尚 這些法師呢 他們像我們一般是帶什麼水果 或是帶什麼 它不是 它有一桶在那邊賣 這一桶裡面呢 全部都是食衣住席的東西 有油 米 糖果 餅乾 然後什麼牙膏什麼的 它那個是供奉裡面的僧侶 讓他們食用的 對...很合理 就是不像我們去拜拜 有的是一盆 裡面也有吊子刮胡刀 也有牙膏 對... 還有這個毛巾 非常用 泰國很流行這樣子 對... 就在神佛鎮墊在這邊 它會左邊有一棵樹 你就把東西 或是美金 澳幣 你通過把它綁在上面 綁越多的話會越臨 綁養這個生女這樣子 對啊 泰國的市面也很靈耶 很多人去 我差不多兩年前 我那個時候心情不太好 然後呢 因為有官司的問題 又... 對 就是婚姻的官司 因為婚姻的官司 打了一年多 那時候心情就很沮喪 幹嘛 扇揚背談不攏 那... 現在有的男生 還要跟女生要扇揚背 什麼玩意兒 就是因為我先生使不得 他比較愛我 他不想離婚 是你堅持要你啊 我堅持要你 帶他去一趟指南宮嘛 對啊 就會分了吧 不要再這樣講 對 女先祖...不好意思 看完笑 結果我朋友住在泰國 他就說 你要不要在泰國四面佛拜拜 因為泰國四面佛很靈 你只要許願的話 他一定會達成你的願望 我說哪有可能 我們去泰國 我們泰國也不能說對不對 我們說國語 他的佛聽得懂 我在講國語嗎 他說全世界人都在講 都在拜 有講英文的 也有講西班牙文的 還有講法文的 還有講中文 大家都有來拜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那我想說那個時候 滿心情也不好說 出國觀光 那順便就到四面佛去拜拜 那時候我就有兩個願望 其實我去求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是我的希望 我的官司趕快結束 再也是那個之後關節 他去求了以後 官司的問題到底如何解決呢 那我們請個廣告馬上回來 你怎麼會這樣 叫我那台大台的車 坐在旁邊伴隨你 而且他自己也去 然後反正後來 我跟黃來生的事情 就是連到家裡面 我那個書櫃沒有燈 打沒有燈 我的朋友來我家玩 玩完回去說 第二天做夢 打電話給我講說 小馬 我夢到你們的房間 他說你給他的房子太暗了 那你要如何跟神明求 才會心想事成呢 小馬姐到泰國去跟四面佛 求官司的問題 對對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跟他講有兩個願望 我就跟那個四面佛求拜 第一個呢 我就跟他講得很清楚 我就用國語跟他講 我不曉得他能不能聽懂 對啊 那我就跟他講我的地方 我住在哪裡 我從哪裡來 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那我今天 我今天要求的是什麼 我有兩個願望 那第一個願望就是說 我的官司 婚姻官司趕快結束 第二個願望呢 剛好那個時候 我要接一部連續巨號 還在談當中 那不曉得能不能確定到說 如果這兩個願望 讓我實現的話 我一定會到泰國 來跟你還願 然後我還的心願 就是幫你換一些花 然後我又請一組舞蹈 跳舞給你看 那六個人 我的心願就是這樣 我講得很清楚 然後回來一段時間以後 突然間我那個官司一直打 突然間法院接我通知 所以說最後一次要開庭 然後開庭 因為你要開庭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要判 是輸還是贏 突然間我的前夫打一個電話給我 他說 這樣子好了 我們兩個來談談好了 他之前都不找我 突然間找我說談談 然後問我說 你是不是真的不快樂 我說真的不快樂 他說如果你真的不快樂的話 那好 我成全給你 我簽給你 這官司就不用打就贏了 對 怎麼要妥協了 已經有新的鮮花了 對 已經有新的鮮花了 你打官司還快你知道嗎 因為他如果跟你協議的話 是不是比我們一直打官司 還得快 那你這一關贏了 你下一次是不是還有二省三省 是 對不對 對 那結果就這樣子 他突然間 態度180度 本來很難 對 很難 根本不可能 不曉得是四面佛去指點他什麼 讓他這樣子良心發現 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戲劇那個事情 就是劇組有打電話給我 夏娃姐過幾天你來訂妝 我就覺得說 突然間我真的從嚇到 整個雞皮疙瘩 就算那一個禮拜 兩個事件同時解決 一個禮拜就 你有沒有去還願 有 然後我跟你講我今年 因為後來因為 難怪有沒有看到一個台灣人 在那邊跳舞 真的嗎 你許人願意跳舞 我有去還願 但是他說你還願要一年以內去還 你不需要馬上去還 那我到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有去還 然後我就還 照我兩個心願就是 跳舞 請那個人跳舞就是花錢 然後就是在旁邊他很多花 有沒有 跟他換那些花 跟他裝飾的那花 把他換掉 可是為什麼 像很多人求的話 也不見得會靈啊 是不是像蛙姐的誠意 因為他剛剛有考慮到 語言不通 而且他有講台灣的地址 為什麼四面佛 還可以找到台灣的地址 沒有 其實我大概解說一下 什麼是四面佛 可能有人會對他 比較不陌生 比較不了解 因為我們到家跟呂山派的感覺 就是何謂四面佛 四面佛 其實就是如來佛祖 他也另外一個化身 然後他集結為春夏秋冬 四節的貴氣 然後寧節 注意看他有四個地方 他的今生他有分為四個地方 然後掌管春夏秋冬 各個的這個季節 每一個季節是三個月 他三個月每個月有這個季節 這個季節貴氣的一個調配 所以你去求這個四面佛 是最恰當的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你會去跟他講了之後 他會 一個禮拜就實現兩個願望 對 為什麼說你的 為什麼就是你講的是什麼 比方說你講的是國語 為什麼他會聽得懂 就是我們來注意看 其實只要他是 稱為是佛的話 他都可以精通非常多國的語言 然後剛剛為什麼問江華姐說 你到四面佛有沒有懷願 之前就講過那個泰國小姐 就許下心願說 我如果選到世界冠軍的話 我就跳脫衣舞 跳三天三夜 結果每一座你知道嗎 臉潰爛 真的尋到第一名 後來真的包圍那個酒店 就真的圍起來 真的跳三天三夜 但是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講 我們拜拜都要求自己更有錢 請問一下 那台灣首富他拜不拜 拜 跟大家講個秘密 的確 向華姐講得沒有錯 在哪裡拜 請看 因為這個首富不能亂講名字 有郭台銘的名字 你看 郭台銘 他太太林俗如 他兒子郭守正 這尊神明很少看到 這個是個龍柱 圈的啦 那個財神廟門外面 為了正面我去 這要罵我合照 你看 就是因為我聽別人講說 那個郭台銘 有新聞出來嗎 就是說郭台銘小時候 因為他爸爸是警察 住的 他不是很有錢 然後住在那種很偏僻的地方 那個地方後來變廟收購了 收購之後改建成 那時候郭台銘還沒有 現在這麼有錢 只是一個 他以前好像是一個小職員而已 對 小職員而已 還是跟媽媽借了二十萬 對啊 沒想到郭台銘住的那個位置 現在就是財神佔的位置 有時候就是他沾了財氣這樣子 那當時我去拜 我聽別人講說 郭台銘就是因為沾了財氣 那我們當然想沾沾財氣 剛好遇到一個密宗的師父說 有一個西藏的黃財神 黃財神是求財的 我就請回家了 請回家之後我想說 請回家這樣還不行 因為那個師父說一定要莊杖 我還不懂什麼叫莊杖 心臟的杖 莊杖就是說 它後面 必須要加持 莊杖就是 然後在神明的底下要挖一個洞 挖一個洞 塞一個洞進去叫莊杖 像這個機器裡面的機心是不是 它就會開始運轉 你如果純粹只是一個神明 它是沒辦法發動它的能量就對了 那它的那個咒語是 洞蔵巴拉財的手法 洞蔵巴拉財的手法 又有一個得到的仁波欠這樣加持這樣 欸 我就想說 好啦 反正沒損失 他也沒收錢嘛 就來 好 就覺得應該有感應嘛 等了兩三天也沒有覺得戶頭有多錢 然後就夢到夢到那個 就是黃財神跟我講說 你急什麼 請注意 要注意喔 跟金的黃的你都要注意這樣子 聽啊 沒什麼意思 跟金的黃的什麼意思 黃金傳奇那個時候開始 早就沒了 我不懂 然後說你要注意我的髮像 從那天開始很奇怪 我們公司一直跑出來老鼠 而且我不懂老鼠的定義就是 而且我們公司的老鼠 都是那種細長型的 是前鼠吧 前鼠 金前鼠 然後臉是黃的 身體黑的 不可能嘛 然後老鼠都 我們有弄那個黏鼠板你知道嗎 它會跳過黏鼠板 那麼聰明喔 就很怪 它也不吃東西 不懂那個邏輯 然後就很奇怪 然後好 一個禮拜之後 我選了 有一家電影公司 找跟我們公司合作 那個電影公司叫 山水電影公司 我敢講名字是真的喔 山水電影公司 誰看的你知道嗎 就是鍋手正開的 來合作 Kate合作 然後請我去參加他的首映會 然後有一些案子的合作 然後請我去當他的嘉賓 我說我根本跟他也不認識 怎麼會合作呢 他說他也是有夢到一些奇人的狀況 說應該要合作 我說喔 這感覺有連在一起了 有神明指示他要來找你合作 然後從那天開始 就一直有業務員 銀行的人打電話來 說要不要買東西 推銷嘛 我說有跟黃的 有金的我都買 我就買黃金 買基金 黃金基金暴漲 好厲害喔 然後剛剛不是講老鼠嗎 對啊 後來再仔細看法相 黃菜人手上是有抓一隻老鼠耶 對 我沒有仔細看耶 真的有一隻老鼠 你看這隻啊 所以已經... 他已經派那個老鼠 他是算是他的偏兵天降 在你家在那邊 對 我不懂 幫你找財運了 後來就問那個密宗的師父說 這個不是一般的老鼠 這個叫做土... 土寶金鼠啊 他是因為當時就是黃財神 因為那個... 釋迦牟尼佛在修復的時候 一直怪靈干擾 就黃財神出來拯救他 然後那時候他就送他一隻 拿寶金鼠 就說你如果缺錢的時候 按下老鼠... 按下老鼠... 土...財寶豬 這個我也有犯了 對 其實我個人對宗教是 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我小時候生下來我是天主教徒 所以生下來就奢復 我聖明要若望 然後到了... 還保陸 對 我聖明要若望 那是十二個門徒裡面的 然後... 然後那個... 到了我在當兵之前 接觸到一貫道 然後後來接到一貫道之後 我又接觸到佛教 又接觸到密宗 後來我發覺就是 對我來講就是... 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工具 帶你上去的 殊徒同歸 對... 那我接觸到黃財神 剛剛那個... 偉哥他剛剛講黃財神的時候 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老師 我參加我朋友的派對 然後他剛好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會... 會一些這種所謂的算命啊 這些的 然後他講說我幫你看一下 然後他講說我介紹你 你可以去拜黃財神 你跟黃財神蠻有緣的 那我不懂密宗的這一塊 但是我就去照他的話 就去... 請了一個黃財神回家 也求類似這樣的一個 對 然後呢 那一陣子我就每天也是持咒 每天這樣持咒... 對黃財神講 他講說你持咒的時候 你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要一直想 想那個老鼠出來去吐錢 沒錯... 你要一直冥想那個... 那個財神蠻坐在那邊 然後那個老鼠一直吐錢 果然那陣子的財運到都很好 那其實我這七年來 改變自己的生活條件 然後環境 其實錢一直都沒有停過 在那邊搭亨了 沒有 還有漁產... 沒有... 對...就是說比較好 然後我在講說 跟黃財神蠻有一個很妙的事情 我新買了房子 買完之後呢 我不喜歡那個洗衣間 我把它打掉 我把洗衣間打掉 那邊我做一個書櫃 然後呢我合作的partner 跟我飲料公司合作的partner 他說 我舊的家具 可不可以先放到辦公室 等到我買新房子禮櫥的時候 大哥再送你一些新的 我說好啊 結果禮櫥了 我想說奇怪 大哥怎麼都沒有卡電回來 他怎麼會是這樣的人 結果呢 我朋友就另外打電話 跟我說沒有啦 林大哥再幫你準備一個 更特別的東西 結果呢那天他後來禮櫥的時候 他來的時候打開門 他抱了一尊這樣子 但是有一塊布把它擋住 就是黃財神 他說來贏財神喔 然後呢一打開我一看 我說你怎麼會 而且是紙殺 大陸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做的黃財神 紙殺很大一尊 然後呢我想說 對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在辦黃財神 他說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我要送一尊 這個相應 對 然後呢 最妙的就是我不是把洗衣間打掉 要變成書櫃嗎 書櫃有隔層嘛 那時候還在考慮那個隔層 要做死的還做活的 你可以移動 後來還是決定做死的 結果沒想到我那個黃財神 一放剛剛好 那個書櫃最上的 位置剛好當 所以我現在的家 是一開門就見到他 一開門我就見到他 然後呢 很妙了 有一陣子我又接觸到馬祖娘 是因為上了別的節目 然後呢有馬姐後來跟我講說 我介紹你一個老師 你可以去看他 馬姐都拜馬祖就對了 那個祖先就對了 對... 不是這樣 然後就去找這個 也是一個老師 在歡呼北路的一帶 然後去找那個老師 我第一次去找他 我說馬祖娘娘找我有緣分 我就去跟他請教一些事情 講完之後 這麼小馬跟馬祖娘娘 又有什麼樣的奇怪的緣分呢 我們再進一個廣告 馬上回來 還有幫助你們 有... 而且還閱讀資料 也就是送念經書 比如說你要去拜文昌帝君 你可以拜... 你可以念這個 文昌帝君 心智人 對... 如果你要拜媽祖的話 你就要念天上聖母禁 你要先念經 清偉根很厲害 那你念經之後呢 那個跟神明就會有相約 什麼情況 什麼樣的人會像哪一尊神明 求的話特別靈驗呢 你就求過馬祖娘娘是不是 精采的來了 結果呢 跟那個馬祖娘娘那個老師 談完之後我要離開了 他叫我下個月去找他補財庫 那我就要離開之前 他突然間回頭問我講說 你是不是在拜皇財神 我說老師你怎麼會這樣問我 他說他從頭到尾就跟你來 他在你旁邊耶 我說喔 他說你很久沒有跟他講話 你要回去每天跟他講話 因為我有一陣子太忙 我以前有在供水 要在財神園旁邊放一杯水 要三奶三白啦 對... 但是呢 後來因為我常常出國 那我沒有辦法換那個水 而且我怕有時候 我不去拜的話會被引來一些 不好的東西 對 後來我決定就不要再放水了 那這件事情很妙 就是隔了一個月 我不是要去馬祖娘那邊補財庫嗎 對 結果我急著出門 但我心裡面一直想說 我要請皇財神跟我一起去 我要去找馬祖娘幫忙這樣子 結果呢 我就叫了那個 打電話叫計程車 來了一台很大的wish 很大的wish 結果我一上車我想說 糟糕 我出門忘了跟皇財神講了 然後我心裡面正在想說 怎麼會這樣的時候 突然間喔 我朋友打電話來講說 你要去幹嘛 我說我要去忙一點事情 我要去補財庫 那我待會兒忙完之後打給你 然後我朋友講說 好 然後電話就掛了 你知道計程車司機那時候 講了一句多妙的話 他說 妳要去陳老師一旁喔 我說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全部家人都給他看的 我說這樣子喔 然後呢 我突然就意識到一件事情 皇財神應該是 叫了那台大膽的車 坐在旁邊搬隨你 而且他自己也去 對... 然後反正後來 我跟皇財神的事情就是 連到家裡面 我那個書櫃沒有燈 打沒有燈 我的朋友來我家玩 玩玩回去之後第二天做夢 打電話給我講說 小馬 我夢到妳的皇財神 說妳給他的房子太暗了 妳要照一點光給他 妳家的事情都知道 我說這樣子 皇財神是很靈驗的 然後還有一個說 我去西藏買檀城 唐卡檀城 我買了一個金剛檀城 放在我家 它鎮宅...有鎮宅的作用 放在我家 明明是一樣是3M的膠 這樣填上去後面掛的 它就掉了 掉了之後我就... 因為我的智慧還沒有開 我就覺得它為什麼掉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不黏 還在那邊從進去那邊 黏...半天 我朋友到我家講說 那是他告訴妳放錯的地方 他告訴妳妳放錯的地方 妳不應該把它掛在這裡 應該把它掛在某一個地方 所以人家經常說一句話 說不小心有保備 有求必應 如果沒有反應的話 就要靠妳自己去感應 對...真的要感應... 他們兩位都是感應力特別強的 一般人可能... 有一個藝人那個彭麗 這是真實案例 也是黃財神 對 他就是供了一個黃財神 他店門口就像是小馬一樣 他有一個櫃子坐到那邊 生意超好 奇怪了 他的助理是以前美鳳姐的助理 叫佳恩 他們每天都放好了 第二天起來 他自己會移動 我現在講的是真實案例 移動 移動他想說那再把它移回來 他想說一定工作人員 這是手劍自己移動 第二天 又移動了 連移七天 他下面有裝電池 對...他想說 是不是有人去動他幹嘛的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做生意很怕 員工去動那個神秘 他們有V8 他其實不想看 他想說就拿出來看好了 他是自己動 然後他就很害怕了 很害怕 因為今天我們講的題目是說 求神怎麼樣求才正確 他不知道啊 其實他雖然出了家 但是這個東西他會害怕 結果就問了仁波切 他也問了密宗的師父 他說 因為你這個素食館 一直都有仁波切啊高僧來嘛 他其實大家都會為他加持 他的這個神力是很強的 你不要動他 我給你保證 他會360度轉一圈回來 他說真的假的 他就這樣喔 一天一天一天 這樣斷慢慢慢慢轉 360度之後 我才知道彭麗的機密 彭麗那時候其實有負債 然後跟他男朋友感情 你也不是很順利 其實我就不好意思出賣你一下 那時候他事業感情到了谷底 沒想到轉回來之後 時來運轉 對 開了三家 開了三家店 現在還中加盟店的老闆 我跟你講 像你們這個年輕人都求財庫 求婚姻 求愛情 像我們這個保護媽媽 當然求的都不一樣 一定是都小孩子的功課 事情清楚 所有的媽媽 只要孩子碰到高中學測的時候 是媽媽最緊張的 因為是從國中就要轉上高中 那有的高中很難考 你不要說你今天 你就是說 你今天的目標是哪一所學校 你拿到準考證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文昌帝君 你的前衣 我命要蓋住 還要出外 還要出外 這樣不行 媽媽你每次拿我的東西去秀 賺通告費這樣 因為這文昌帝君 你一定把你的準考 準考證 因為它上面一定有秀 你的區域號碼 哪一區哪一考 你的學校編號什麼 你用Copy的去 然後放到文昌帝君廟的前面 因為什麼 去求人太多了 你沒有告訴他你是誰 他根本記不得 因為你去的媽媽太多了 去求的那個時候很多人 一定要把它Copy放到那邊 他就直接講說我媽像蛙 他就知道了 他講我媽媽本名不叫像蛙 他也搞不清楚 那一定要跟他講清楚說明白 然後把那個Copy的放在那邊 然後你在拜還有學問 你要帶一些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什麼 蔥 蔥 蔥菜 蘿蔔 但是那個蔥 蘿蔔 好菜 還有蒜頭 我跟你講為什麼你知道 這些東西你都不能去頭去尾 要有頭有尾 那個什麼 越大趴越好 然後越長越好 還有就是說拜的那個高餅 還有粽子 高粽 粽子這裡有沒有 這真的有學問 然後他考試那一天 你要怎麼樣 然後洗一個水 洗一點 洗一些 陰陽水 陰陽水就是冷水加熱水 然後溫溫的把它洗淨 然後去炒事 一定烤很好 而且你有烤很好嗎 我們烤得很好 烤得不錯 因為什麼 他有考上他心目中的學校 因為你說你身材這麼壞 你說我一定要百億 對啦 像你考上自己前三次院 你要許願就講說 你心目中的那一所學校 跟你的學歷差不多 每個媽媽還有小孩一定 因為那邊一定有 上千上萬張的準考證 為什麼有的人就 只有那幾個人考得好 有的還是這樣子大落榜 我們其實我們一個人的一生 會五大階段 那你所五大階段 你所拜的神明完全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的少年期到青少年期 一般拜的就是 三太子 女挪詐 為什麼 因為小孩 皮皮條條條 那就是三太子 來保佑他平安的 平安… 免於飆車之類的 就是免於這些車官之類 水火之官 就是青少年之前 青年就是拜三太祝 那到了這個青年 少年已經過到到青年的時候 拜什麼 拜文昌 就我們剛剛香娃姐所講的 他還是文曲新君 求神明 那時候他開始要讀書了 對 然後剛好在高中 到大學這個時候 他開始要衝 所以他就是拜文昌新君 跟文曲地君 然後到了成年期 然後所謂的成年期 創業期 創業的時尊就是要 財神爺 麻祖牛牛 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月 結婚 我就是需要有好 陰年都要來 麻祖牛牛 保佑給你一個好的姻緣 給你一生一個好的兒子 文昌帝你給我補充一下 剛才沒說到最重點的 是 你去拜不可以拜兩 跟完仔會完蛋 完蛋 這是主席的 我穿一下 老師講得非常詳細 那其實這個很多人說 我們拜神明 神明到底收到沒有 對啊 有拜請神明七部曲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其實跟看病一樣 第一個找對醫院 也就是要拜對神明 考試當然要拜文昌帝君 然後第二個 要安定身心 就是看病的時候 你要先把心安下來 也就是要誠心頂禮 廟裡一定要先拜一拜 不是先求耶 先拜一拜先頂禮 第三個要掛號填表 就是你要寫一個素文 我今天要求什麼 對 要求什麼 再來閱讀資料 也就是送念經書 比如說你要去拜文昌帝君 你可以拜 你可以念這個 文昌帝君英智人 對 如果你要拜媽祖的話 你就要念天上聖母經 你要先念經 挺偉哥的很厲害 那你念經時候 那個跟神明就有相應了 那再來就是固定的醫生 這很重要 比方說你去廟裡 廟裡有很多尊 對 那你怎麼知道說今天回答的 一定是這個媽祖 是文章閉嘴 比如說我每次都是問媽祖 請你進去廟裡面之前說 弟子是行為 住聖明約人 今天上聖母回答的問題 連三聖杯 連三聖杯喔 三個聖杯才代表 這個主治醫師 家庭醫生是這位 有的人問事情 然後也沒有拔杯 然後自己抽了錢就走了 對 我一個朋友他才好笑 你知道嗎 他小孩子是考那個什麼 英文的 檢定考 然後你知道嗎 她兒子三次都沒過 我女兒子一次就過 她說你女兒好聰明 我說不是 我有去拜拜 她問我在拜什麼 我文昌帝君 她說我也有拜 我說你拜什麼 我拜土地公啊 妳就拜不中了 剛剛就是說 也許她覺得拜的是對 為什麼要連三聖杯的原因 就是可能又很眾多神明 對 那為什麼我們希望說 你祖神拜了之後 以後不要換 就好像說 比方我們固定一個家庭醫生 對 他有你的病歷資料 對 那你下次再問問題的時候 他就把你檔案調出來看 請問這樣 我換一個新醫生 他對你都不了解 比較不了解 因為當天值班的神 不要是哪位 再來就是 要神俏班 沒錯 再來要對症下藥 也就是說你跟神明講話 不要隱瞞 再來領藥服用 就看病藥 最後要燒金 一定要燒金 可是我說 我告訴你 我們拜廟要拜陽廟 不要拜到陰廟 陽廟我們可以跟他講你的身分 你可以講誰 姓名什麼都可以講 但是你陰廟 你千萬不要講你是誰 你只要拜一拜就好 因為你如果運氣壞 他會帶你去你的家 那就是壞的東西 其實我們只要期望的時候 我們新陳哲連 你求了什麼 剛剛希望說能夠福星高照 對於說你現在氣勢很不好的時候 你絕對去求神明 你跟他說 神明不知道有在這裡嗎 你會質疑 拔杯 對 神明怎麼樣聽到你聲音 可是他有職年職業職日 心神在這邊 如公如婆也會運氣壞 很多人說 今天不知道有在這裡嗎 不要質疑這個問題 譬如說你現在 你所求的事情 你香膏滑下去 那個香角 就是說這個主神不在 主神回來 他也 是 變成這個 我們說這個 老公老婆的 變成這個香膏 背起來看看 他求的是什麼事情 像山豬下去 他就知道了 不用質疑 不過如果我們是 在那久的過年 我們不是都要青豚嗎 十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就要送神回去 去天堂 給他去報道一下 像中東出孫 他就沒問題 你要怎麼說 要怎麼再說 神明才聽到你的聲音 保備你呢 我們真正說 馬上回來 就我一青豚發的 根本就沒有人住在地方 然後路很小 很顛簸 到那個地方之後 他就坐下來 然後就下車 然後帶我們到樹的旁邊 那棵樹呢 上面有一大堆這種 附近的樹有一大堆這種 被活潑的羊皮 想要跟神明求事情 到底要怎麼跟神明溝通 才會靈驗呢 像娃姐剛剛說 不是靈驗 因為我們如果神明就要休息 我們都有假日 神明也要有假日 要讓他預約 不然就是回天庭報道 把他這一年辦的事情 回去交差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就是要 我們鼓勵的十二年的理事 人家說青豚 青豚就是喪行的時候 青豚我們在家裡 就是把我們家裡的神道頂 拼拼清清的 把神尊都拼好乾淨 但是你那時候要拼的時候 你以前要把他擲筆清洗 你說我今天當時當時 你是要青豚 我要拼你這個神道頂 要把你神尊把你整理好乾淨 要讓你香腸香爐 都拼好乾淨 請你離開你的神尾 讓我把你拼乾淨 在這裡倒下來 你以前要拼筆 拼三筆 他如果陰筆就表示 他現在願意離開 他如果沒有陰筆 你暫時不要拼 因為那幾天都可以拼 你不要說一定就要拼 如果陰筆拼筆 有筆就開始拼 因為他可以出去玩 不然就回家了 我們那時候 你就可以拼乾淨 一般若是廟 一般廟他不會說馬上請回來 他會大概是 30號是初一那一天 所以他才會請回來 我說他要去拜拜嗎 不然就30 你就要去把神尊請回來 我們家裡不用那麼多天 一般是我們家的習慣 我是不知道在外面 我們家的時候 你如果都拼了 拼乾淨 乾淨 那你就再去 東西都放好了 茶 酒 灰都炒好了 你就再拼三筆 他說我幫你請好了 現在請你倒回來你的行為 你如果說拼有杯 就表示說一定回來了 他說有人搞錯了 對 這是有個新聞事件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 很吊詭的現象 我們12月24號不是侵盾嗎 一直到剛剛像向華姐講說 可能到大年了 那很多人說 神明這段神明是不在 那我們要不要去廟裡面拜拜 就是很奇怪 就是有一個信眾 然後他是拜媽祖的 每天早晚送那個廳上 是很不緊這樣子 然後晚上這個民望 這個媽祖說 愛洗你 一定愛洗你 然後頭一直這樣 不懂啊 就一直 他每天夢啊 從青豚開始那天 每天夢這樣子 那因為他都不在家裡 因為過年他要出去 半年禍什麼的 也沒有很注意這些事 你就一直咬 他就跟他先生講 阿公 我待會兒 沒有問到那個媽祖 跟他說 愛洗你 一定愛頭 你可能青豚 你可能壓力太大 大家都在打掃說 你可能半年禍太忙 不要想那麼多啦 一直跟我講愛洗你 結果一直到大年初三 他們就回去 然後整理家裡發現 招小偷 很奇怪 那這個小偷也很厲害 他都偷最貴重的地方 媽祖身上有金牌 不見了 金牌不見 那怎麼辦呢 然後他太太就跟他說 媽祖跟我們說 愛洗你這怎麼辦這樣子 他說 先生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不然就跟里長啊 那個警察去報警 里長說 我有想到方法了 你們都不知道 現代科技很進步啊 我們這個Living 手望相助 裝監視器 監視器 雖然是很遠 但是我可以把那個 畫面割放 你鏡頭 而且還彩色的 他就回家慢慢看看 從青豚那天開始看看 看到那個媽祖頭這樣 還在搖頭 照片喔 這是真的喔 你看 請看 媽祖相片臉會轉動 新春奇壇 拍到了 他以為神明放假了 原來他還在家嗎 對 然後拍到媽祖 搖頭也就算了 還拍 鏡頭 他鏡頭不能如一如好 就看到真的有一個人 背對 背對那個鏡頭 他也不知道外面有 一個是里長的攝影機 不是家裡攝影機 他偷金牌 然後走 然後他不知道是誰嘛 結果他先生說 我想起來了 那是我們家那個工人 為什麼 因為那件毛衣我買給他 案件就過了 那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就是說一些人生的五大階段嘛 還有兩個階段還沒講完 就是我們這個中年期要拜什麼 就是拜恩主公 我們剛剛介紹過恩主公 為什麼 因為中年的時候小人會很多 官聖彼君 他有拿大刀嘛 手拿青龍音樂刀 他會幫你把那些小人砍掉 然後我們的恩主公 也俗稱為武財神 他會幫你的生意會更好 到了老年期要拜什麼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保身大地 華陀神醫嘛 還有男無藥事如來嘛 為什麼 因為已經老了嘛 差不多了 歲月已經差不多將近了 除非特別行業務的身中病 對 那我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小媽姐有講過說 青豚 青豚要注意什麼 千萬要切記 我遇到很多的案例就是這樣 醒春他就把他 疼那個抹操水有沒有 然後他的整個精神 把他請下去洗澡 是完全錯誤的 抹操水是在辟邪的 怎麼可以洗身體 然後他說黑面麻糊洗成粉面 對… 那要如何去青豚呢 很簡單 你就是把他請下來 我們剛剛有的 上香 禱告 陰杯 是… 後來你把他請下來 你買一支乾淨的刷子 小刷子 小刷子你把它摔一摔 但是你身體的刷的部分 都OK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部分 你一定要特別跟他禀報一下 就是那種臉 不好意思 媽祖婆 我現在要把你洗到你的臉 你休想一下 那就OK了 那第二個重點 就是在什麼 在這個爐 對啊 神明住在哪個地方 神明他有… 一樣跟我們人也是一樣 他有慧光 有三魂七魄 他的三魂是在他的金身 他的七魄是在 正在這個爐裡面 那爐裡面一般 我們現在到家的 都是會錄一些 像個銅八卦 銀八卦 十二個古地前上 他形成一個三站梯 天地人給他去躺在裡面 所以你錄的時候 他記得 你那種青豚的時候 我們爐是不可以倒起來 我們知道那種 那個恢復不可以倒到你 對…要倒一塊 要來那些紋 還要倒掉 完全不能完全倒出來 就是說要老宅 要老宅 要老宅 不能你整個清掉 我覺得我媽媽好辛苦 要記這麼多人 我覺得學好東西 對啊 吃這個爐 那個爐盡量不要去動 不要動 因為我們是有看 是看你安慰大家 對 真的吃這個香蕙 那你那個爐子 用一個湯匙 不要手抓 好 香蕎拿起來 對… 足以聽到今天那麼多老師 那麼小腦還有什麼 特別的囚法 我一直覺得 那個財神在罵我 我沒在幫他進的時候 我就拿我家的膽子 我說我幫你擦身體 我就直接來了 我覺得這個要有法門 你要知道怎麼 尊敬你的神明 好 那剛才講一大堆神明之後 我是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 基於到非洲 非洲的地方他們沒有神明 我問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神明的概念 他們是尬的 沒有 他們是有祖靈 他們跟我們原住民一樣 他們是拜祖先的 祖先啊 對 那我帶來這個照片 你現在有看到這個 怎麼那麼血腥啊 對… 你在幹嘛 這是他們呼喚祖靈的時候 必須要的共別 為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 產生到什麼程度 那天我是要去找這個巫師 在當地造神工 就是他們的巫醫 是要執照的 那這個巫醫 我去找他的時候 他帶我到了一個山路 然後那個山路上去之後 根本就沒有人住在地方 然後路很小 很顛簸 到那個地方之後 他就坐下來 然後就下車 然後帶我們到樹的旁邊 那棵樹呢 上面有一大堆這種 附近的樹有一大堆這種 被活剝的羊皮 對啊 活生生的被扒開耶 活生生的扒開 血肉 猴虎的 對 活生生的扒開 活生生的扒開 然後呢 你知道他先唸 他就唸一大堆什麼 我也聽不懂了 然後他就在整個那個山嘛 有山裡面 他就大喊了一個不知道什麼聲音 我說你幹嘛要喊那麼大聲 他說我選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他有回音 我的祖靈才會聽得到我說話 也是有一點道理喔 對不對 有Echo嘛 然後祖靈就回來了 Echo很燙味耶 Echo 然後呢 這些你們看很殘忍 但你要知道 他們怎麼殺這個共平 這個是羊 他們怎麼殺 他是直接 他的助理 他有一個助理 助理把羊頭跟羊腳 稍微的抓住 他是直接用刀子 直接往他的羊的心臟 直接砰 下去 太殘忍了吧 對 太殘忍 要殺生才能拜拜喔 有一些地方有這樣的 像我到飛哥去 他們不是殺雞啊 去殺羊啊 牛太大了啦 他就殺那個羊 那我說為什麼要殺這個羊 他說我剛才幫你把所有東西 劃到你不好的東西 變成這隻羊 把它弄掉 然後呢 就像我們台灣有一種是 寄到那個雞的身上這樣子 對... 我們是走到這個樹旁邊 這裡他有用石頭放了一個鎮 他有用石頭擺了一個鎮 你要從這裡進去 而且每一個進去的人 都要脫上衣 包括女生 所以你在這個樹後面 有看到兩個胖胖的女生 他們也是當地的非洲合 進去做什麼 做法是不是 沒有 就是你要跟祖靈 你要跟祖靈 召喚祖靈的時候 你必須要上身要脫掉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是男人想的方法吧 我看 這種的行為模式 是當地所接受 而且他們是合法的 但什麼情況 譬如說是傳染病 還是說什麼情況 他們才會做這個儀式 都可以 你要求財改運 然後什麼姻緣 或什麼東西 都可以去召喚祖靈 有祖靈來回答 然後幫你改運 好特別 然後那個巫衣就會告訴你 你接下來怎麼樣怎麼樣 有沒有咒語教我們 許浩平... 他也看過是這樣綁一頭牙 然後一次用美馬分析 好啊 好啊